过去两周,台北市教育局与卫生局合作 开设东西南北区四个儿童疫苗接种站 即日起到7月2日,在规划12个行政区 一区设置一个疫苗集中接种站 提供公司力、非营利幼儿园、5岁及6岁儿童 接种BNT及莫德纳第二剂疫苗 预计施打4259位学生 其中105位打莫德纳第二剂 4154名接种BNT第二剂 没有事先报名的学童也提供现场登记 另外包括台北市疫苗预约平台与医院儿童特别门诊 两种管道提供家长选择 北市府积极提升校园疫苗覆盖率 更呼吁还没接种第一剂的尽速接种 另外台北市公佑释出467名缺额 其中3到5岁班缺额458名 2岁专班9名 教育局统一再次办理招生作业 以医化方式提供家长登记管道 6月29日到7月3日截止 有需求的家长可得把握机会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